Hello students, I'm Cindy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课的 这个句型一,独立分词构句 请同学打开课本 这个地方什么叫独立分词构句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型 这句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前后都有 前后原本是 两个字句 其中一个字句 去做了这个所谓的分词的 变化 也就是进行了连接词 的省略 进行连接词的省略 听到这边,这边你可能有点不沙沙 没关系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学过的分词构句 是什么形成的 是怎么形成的 那等一下会跟各位同学解释 这边的独立分词构句跟前面的分词构句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 大概是一样 但是就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我们学过的分词构句 第一句 He gave her a bouquet of roses and he hoped to win her heart 同学这个地方以前老师在讲 如果你要进行 省略 做分词构句的省略的时候 你要先观察说 前后这个主词相不相同 在这地方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he可以进行省略 he进行省略之后 连接词也跟着省略 所以第一句 他给他一束玫瑰花 那他希望赢得他的芳心 那这地方呢我们先把 这个前面这句呢先写出来 he gave 都一样前面是一样的 her bucket of roses 好然后呢 end怎么样 end的话呢 他可以省略掉 he省略掉 然后homep 改成什么 homep to win her heart OK 好这就是 我们前面学过的分词构句 第一个就是在 连接词省略的部分 那第二句 when the thief soul the policeman he ran away 好同学那个policeman要连起来 好当着小偷看到警察 他立马就跑掉了 那这地方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前后主词是相同的 所以可以省略 好那省略哪边呢 the thief 省略 然后呢 连接词when 也跟着省略掉 所以会变成什么 so要怎么改 see see in 对不对 因为呢 这个看到 是主动的 是这小偷主动看到 所以 see in the policeman 好那接下来这个he要改成什么 你不能直接写he 要把the thief 写下来 大家才知道这个he是谁呀 Rain away 好再来第三句 because gene had stayed up late last night he dozed off in every class today 因为gene呢他昨天晚上熬夜的太晚了 他 今天的每一堂课都在打 瞌睡 好那这地方呢我们看一下 前后主词是相同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到 because 连接词省略掉 because 省略掉 然后呢 那这地方head 改成什么 head stayed up 这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那为了 表示出 这个时间上的差异呢 所以呢同学 你这地方head呢 你可以改成having stayed stayed up late that's the night 好那he改成什么 gene 要把gene写出来 those of in every class today 好那这一句呢 同学注意一下这个having stayed up 它是由 完成式 所 变化而来的 它也是一个分词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什么叫做 独立分词构句 那什么是 独立分词构句呢 来同学来看一下 重点 这个所谓的 独立分词构句呢 其实 它的 原则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分词构句是 大同小异的 那重点在哪里 请同学看到 重点1 在这个两个句子呢 前后两个子句 其实它的主词 不一致 是不一样的 那前面我们讲过 就是主词一样的时候 你才可以进行省略对不对 但是现在学到这个新的观念是说 这两个主词不一样 也可以 做省略 就是 分词构句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 你这边的任何一个主词 它是不可以删掉 就是 请你保留原主词 再来呢 重点2就是说 你保留主词之后 其中一个动词 改成 分词 然后呢 连接词也要省略掉 那 主动改什么 VING 被动改 BPP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例句 第1句 The old man was smiling and he smells watered at the salt of cold beer 这老人呢 正在微笑 然后他的 他的嘴巴流着口水 Water的就是流口水 然后 一想到这个 冰冷的 啤酒 他就 很想喝 所以就流口水 好那这边我们怎么改呢 同学 这地方我们看到前后主词 前面这个主词是老人 后面这个主词是什么 是他的嘴巴 那 这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我前后主词呢 都 虽然不一样 可是我还是可以省略哦 我还是可以进行这个独立分子构矩的一个省略 好那我们要怎么省 好这地方呢 The old man 也要先保留 Smelling 然后呢 and 省略掉 and 请你省略掉 然后 He smells 保留 保留 主词 然后 Water 的 怎么变化 你这边不能直接写Water的 因为 你如果直接写Water的 就会变成有两个动词 两个主要动词 这样就会 造成 文法上的错误 那这地方Water 是他主动流口水 所以我就用Watering at the salt of a cold beer 好是不是蛮简单的呢 同学 好来看到第2句 The two boys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their faces were twisted with anger 好这两个男孩呢 互相看着对方 然后他们的脸呢 因为生气而扭曲 那这地方呢也是一样 Women 前后的主词不相同 但是可以进行保留 好然后 The two boys 这个地方都一样 接下来呢看到这个and and怎么样 分子构构的省略就是我的连接词省略and的省略 然后 their face 保留 保留 或怎么样 可以改成being 那being呢 我可以 当作 因为这是一个弱 弱化的动词所以呢 不需要去管它 然后呢twist的这是一个被动 我直接 丢vpp就可以 with anger 好接下来看到第三句 a school was over the pupil wain home 好那就是说 一放学 一放学 那学生就回家 那这地方呢 连接词在聚首 us在前面 us先删掉 然后留下school 好 was over was 改成being 好同学这个地方呢 前面那个being呢可以省略 那这个地方因为后面有个twist的vpp 那这地方呢如果你没有being的话 会变school over 会怪怪的 所以我这地方只能够 把being留下来 school being over the pupil wain home 好再来看到最后一句 Because the tsunami had damaged the many buildings in the village the villagers became homeless 因为这个海啸已经摧毁了许多 这个建筑物呢在这个村庄里面 那这个村民就 变得无家可贵 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because呢 请你 把它删掉 同学那个because呢我少打一个s b e c a u s e 请你自己写上去 好所以呢 because先删掉 然后留下了tsunami tsunami就是海啸 好然后had damage的这地方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 如果你是有完成式所进行的分词 构矩的变化的话 这个had呢 好had改成having damaged 这样才能够表示出时间线或顺序的不同 many buildings in the villages 好然后the villagers 是 前后主词不同但是都要保留became homedus 好那这就是分独立分词构句的 的这个 部分 那同学呢其实他的观念没有非常的困难 他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呢你注意虽然前后主词不同但是你就保留 然后呢省略连接词 再来 动词改成分词 被动用vpp 主动用ving 好那我们这边的讲解先到这里 哈喽各位同学那请你打开课本 习题207页 我们来看到这个句型1的examples 好请你看到第2句 Rod got up from the ground His face covered with dirt Rod呢 他从这个地 地面怎么样站起来起身 那他的脸呢 覆盖着盖满的这个 泥土 好那这地方呢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他原句应该是 and his face 怎么样 his face was covered was dirt 这样子 那这地方呢进行的 独立分词构句的省略 那and的删掉 然后was怎么样 改成being也删掉 然后这地方是被动用covered vpp vpp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句 the weather being fine today we will go mountain climbing 天气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呢会去爬山 那这地方呢 the weather being fine today 这地方我们可以说because 你可以这样子自己去猜想他的语意 because the weather weather is fine today 也是 fine today 好那这地方呢because删掉了weather保留然后呢意思改成什么 be 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到练习题 好请同学看到Practice A Practice A 第一题 Mither said I love you to Johnny His voice trembled from nervousness Mither跟Johnny说我爱你 他的声音因为紧张而颤抖 我们现在又要用独立分词构句把这两句结合起来 这时候你说 Mither said I love you to Johnny 然后 逗点 His face Tremble 这句方式主动 我就直接用VING Tremble的就是颤抖 颤抖 那VING表示主动 好 他的声音 好因为紧张而颤抖 好我们看到第二句 The superstar shared up from behind the curtain 这超级巨星呢 从幕后现身 Heard things were moved to tears 他的粉丝们都 感动到掉泪了 好那这句我们要怎么讲呢 从学来的 Superstar这个地方呢 全部都造操的 Superstar Show the upper from behind the curtain the curtain 好那原本会有连接词对不对 这时候呢省略掉了 直接斗点然后保留主词 herfence herfence whirl whirl可以改成V印 那我们看到move的话这地方是被动我们直接保留VPP就可以了 moved to tears 再来看到第三句 Michelle talked about her miserable experience Michelle呢说着她那悲惨的经验 miserable就是悲惨的 Tears rolled down her cheeks 好眼泪从她的脸颊下滑落 好那这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样第一句呢先照操 Michelle talked about about her miserable experience 然后第二句呢我们这个保留主词然后都点tears主词保留然后roll的这地方是主动 好眼泪主动掉下来所以用rolling down her cheeks cheeks就是脸颊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题 The titanic turned sideways and began to sink 铁丹丹尼号翻船然后呢 就这样三位就是往侧边翻然后就开始 往沉没下沉 passengers fell and jumped into the water 乘客就 衰落然后呢 掉进跳进这个 海面 好那这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先把the titanic Titanic先写 Titanic先写 turn the side ways and begin to sink 好斗点 passengers fullers 掉下去这地方的主动 Fulling and the jumping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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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ter into the water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五句 The vitreous tripped over a customer's foot The plate fell and broke into pieces 这个女服务生就是半倒 因为半倒在顾客的脚 因为顾客叫半倒 这trip就是半倒的意思 那盘子摔落掉下去 然后碎成了好几块 讲碎成碎片叫Break into pieces 那这地方也是 The vitreous这句都是先造钞 Tripped over a customer's foot 然后就点The plate Fell就用Falling And the broke改Breaking 改成现在分词表示主动 Into pieces Pieces 好多续来看到下一个练习Practice B 好下面是一个故事 好下面是一个故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呢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robber 然后进行的这个bank robbery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 One peaceful afternoon in a small town A middle edge of the man walks into a bank 好在一个小镇平静的下午 一个中年男子走进了一家银行 he looked quite nervous 他看起来很紧张 然后呢 Hands search his pockets for something 那他的手呢 好就是在口袋里面找什么东西的样子 那这地方因为我们要用独立分子过去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Hands 直接写 好手 有双手但主动搜寻 searching his pockets for something One of the tellers noticed him approaching and asked how can I help you sir 那其中一位呢tellers这地方呢 好就是说其中一个人就对了 然后呢注意到他靠近 好然后呢就问说 这个teller应该觉得是上服务人员吧 好我可以怎么帮你呢 好需要什么服务吗 先生 那suddenly突然就见 a gun hold tightly in his hand he still right in front of her 好我们看到主要子具在这地方 他呢就站在他前面 那这地方因为主要子具 说前面改成独立分子勾具 suddenly a gun就是一把枪 好同学hold是握 请问这个握枪会自己握吗 不会 我们这边直接改 过去分词表示被动 hold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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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htly tightly就是紧紧的 in his hand 好然后他就说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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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you are give me all the money you have 好停在那边不要动 给你 给你 给我所有你的钱 shout the demand 然后这个 这个人呢就这样子 好这个大声的说着 only others in the bank were scared to death 所有在银行的其他人都吓得要死 were scared to death 就吓得要死 然后fit root to the floor 好这个root本来是根 那这地方就是说像植物一样扎根 这样子 好脚呢黏这个已经 好站在那边不敢动 所以这地方呢 fit 好好像被定住了 这地方的root 不要说root 我们用rooted 不要被动 rooted to the floor but the tether managed to stay calm and the seat to the mid 但是呢好这个行员呢就设法 表示冷静 然后告诉这个人说ok I'll do as you say 好的我会照你说的办 but I would need you to come and help me with the money 但是我需要你过来帮我 帮我拿钱 好帮我这个拿钱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呢 what happened desperate desperate the man jumped over the counter as she told him thus ok 好 desperate 就是很急切的意思 这地方很急切的 这是一个分词勾句 就是信用词在聚首的这一个型 在聚首的分词勾句 那这个人呢 他就跳过这个柜台 空腿的柜台 当他 告诉他 好 告诉他 这个的时候 告诉他说我来帮你 好 那这时候枪呢就掉到地板了 好 好 Gone the gong 好 这时候drop呢 是我们用dropping 因为这样子 因为 掉下去是主动的嘛 dropping to the floor 好 as he rushed to pick up the gong the teller pressed the alarm bell in a minute the police can arrested him 好 当他呢 冲向 冲过去捡这个枪呢 那这个 行员呢 他就按下了这个 警报 警报 好 alarm bell 那很快的在 很快在一分钟之内 这个警察就是要逮捕的他 no harm do 这地方就是说没有 幸好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好 no harm 好 那这地方呢 伤害会主动造成吗 当然是不会咯 所以这地方我们要用被动式 被动 bpp no harm do 就可以了 no harm do 好 同学这个故事还蛮精彩的 还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而且这个把这个句型的练习呢 我觉得编的还蛮不错的 好 好那这一刻的这个句型1呢 我们讲解就到这里